注意看 这个在水池中挣扎的女星 正是八年前的赵丽颖 当时刚爆火的赵丽颖 受邀参加跑男 节目中用一档水上游戏 不会游泳的她 刚得之要玩水 脸上就写满着惆怅 因为不会游泳 甚至有点怕水 当其他队员问她 能不能下水时 赵丽颖连往摇头否定 为不拖累大家 她硬着头皮上场 却被卑鄙无情退入水中 不懂水性的她 马上扑她的求救 敲了一口又一口水 大家隔着屏幕 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无助 在场众人都玩嗨了 无人注意到赵丽颖的情况 离到仅有一个胳膊距离的郑凯 明明一伸手就能拉起赵丽颖 却屏蔽了对方的求助 事发之后 导演解释称 这是综艺效果 反被路人吐槽 什么综艺效果 需要拿安全开玩笑 明星沉迷游戏 没发现就算了 为啥工作人员 也对赵丽颖的求助熟视无睹 之前郑凯那么照顾女嘉宾 现在又平靡一旁的赵丽颖 随后网友爆料 早前两人接受某财谎 赵丽颖表明综艺都有剧本 还要被镜头一直拍 身旁的郑凯当场变脸 只因那时跑男刚尾巴出有剧本 赵丽颖这么说 是在打她的脸 也让两人彻底结下梁子 因此在某颁奖典礼上 郑凯当众内涵赵丽颖不管孩子 让赵丽颖尴尴尴尬不已 可能是自己连过鱼 他也想为别人打麻散 在佟大为带着学生探班时 接受了所有学生 唯独落下躲在角落的行扉 赵丽颖便询问对方叫什么 因英文发音 遭迪奥嫌弃 赵丽颖被各种区别对待 只能孤零零坐在角落 在所有人质疑赵丽颖不够时尚时 浪琴却独宠她六年 赵丽颖两次带着浪琴登上春晚 完成集结无名 到顶级艺人的转变 她和浪琴也成就了最好的彼此 谁能想到 王爷一句要和我私奔吗 会让粉丝集体穿婚纱空降演唱会 有没有想到我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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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遭男友分手引发口水战 作为唯一能把演唱会 开成婚庆团建现场的明星 王爷重庆演唱会现场 台下身穿婚纱的粉丝高喊娶我 方便满是不明所以的吃瓜路人 知道的是王爷演唱会 不知道以为是婚纱店集体搞活动 而粉丝之所以如此疯狂 只因在广州演唱会上 有位粉丝穿婚纱引起王爷注意 因此粉丝未得到偶像注意 打扮成最美的样子嫁给青春 本是偶像与粉丝双向奔赴 可随着婚纱视频席绝互联网 事情也朝着不可控方向走去 有网友现身说法称 婚纱象征着神圣不可侵犯 但王爷的粉丝却离谱到 喊上男友见证自己嫁给青春 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男友喜欢女主播 在他线下见面会上 穿西装打领带 手捧999朵玫瑰花 高喊我要娶你 女性朋友们你们能接受吗 对此不少人表示 不能 所以女友穿婚纱去看演唱会 自己当场提分手了 还有人大吐苦水表示 与女友相爱三年 决定年底订婚 结果整这一出 自己笑着告诉她没关系 随后连夜回到老家 准备的婚房请朋友帮忙卖掉 从此分道养标 被不少人吵 你是在发什么点呀 幸亏分手了 眼看舆论越演越烈 王爷粉丝站出表明 婚纱本就没什么含义 扯婚纱神圣的让人无语 她之所以神圣 是因为两人真的相爱 不是婚纱华丽 只在婚礼上出现 如果自己想结婚 这件裙子才是婚纱 不想结婚 这就是贵点的公主群 此时商家站出表明 不反对嫁给青春 不评价穿衣自由什么的 但演唱会结束后 你们申请七天 无理由退款是什么意思 让商家给你们青春买单 不仅如此 还有人将婚纱挂涉咸鱼 表明在王爷演唱会上 穿过以此为卖点 让人无法理解 买一百多块的婚纱 嫁给青春 如今又开始退货 让商家买单 此举着实让人难以捉摸 原来孩子期点有多高 取决于父母资本有多少 同济研究生 努力许久才完成的工作 被海淀区12岁小学生 一语道破 然后就是我们再进入 这个地标里面之后呢 可能就是这个 能看到的这种小窝是 哦 二级分类呗 我太懂了 清楚概括 这群膜拜小学生的实习生 全出自985211的名校学子 这天 甲方给实习生派新任务 为虚拟交友空间 设计面向年轻人的交友地标 结果会决定实习生 是否能留在国企 因此实习生都卯足全力 但奈何设计过程过于艰难 大教老师 为帮助大家聘请神秘外交 为众人提供思绪和建议 因此实习生纷纷猜测 万元是建筑学院校友 或建筑名师 下午三点钟 找了一个神秘朋友 来过来看看 我可认识 不会是校友 不会 是北新院的吗 不是 哎呀 别下菜了 没那么那什么 就是随便来看看 结果等人到了之后 众人才发现 神秘加密是小孩 经介绍 得知男孩是复工儿子 年仅12岁 目前在向小学 才多大了呀 12 12是哪年胜的呀 10 什么 10 听到这个年龄后 诗医生的眼光 就像在看一个弟弟 但很快众人便被打脸 男孩在浏览国内 211和国际知名大学的 实习生设计方案时 用一堆专业术语 给出中肯点评 像王吗 哦 挺不错的 真的吗 感觉有那种赛博朋克的那种光度 谢谢 从建模的角度来说 这个可实现性还是很大的 哦 这个确实这种环境空间 对于这种开放之间 实际上没有问题 UI设计的很不错 还有就是这些文字和这个光线 和这个建筑的叠加 我觉得都 这个这张图做的很不错 谢谢你 顶接着浏览的是学霸姐 她来自老牌名校同济大学的研究生 在校成绩是第一 担心小男孩听不懂 使用口语化讲解设计方案 可没想到男孩懂得一点都不比他少 碰到专业地方还会精准概括 然后就是我们再进入这个地标里面之后呢 可能就是这个能看到这种小窝 哦 二级分类呗 我太懂了 听不准概括 这个想法非常的不错 但是整体也不要太违和 最后一个浏览的是海归硕士 能力在实习生中属于顶接 结果小弟弟只看一眼就提出自己的看法 有一个很明显去研究地图太大了 玩家很容易就比较分散 也没法做到这个交友上 我觉得这个设计 它比之前的Q做的传统交友好很多 而且简约明亮 以实习生直呼 突然让他替我炫图建模 要不要帮我们竖标呀 要不要帮我们建下模 提面剖开他对专业术语的熟悉程度 光明小弟弟的逻辑表达能力 就已经远超同龄人 他出生在北京海淀区 父亲是北京建院的代教老师 学校也是教育资源最为丰富的海淀区 别人12岁还在哈哈大笑时 男孩就开始参与项目 我12岁的时候好像只会哈哈 你选过词吗 你们选过 选过 对 enscape 然后还会用一些 那个之前叫光辉程式 我当时用的时候比较好 因为它有那个什么路径跟踪 因为我们当时需要做项目嘛 就有时候就需要 就我们当时选的项目 就是对现在北京市那些传统的词合院进行改造 正如专家所言 别的孩子在记单词的时候 海淀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参加世界级英语演讲 只能说世界参差不小 父母的能力和资本在某种程度上 决定了孩子的起点有多高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面试